大家好,我是游子 这是昨天晚上的晚霞 一看这晚霞我就知道 今天一定会很热 所以我起得很早 但是我这个起得早 绝对不是可以的 是睡到自然醒 一看,哟,七点半了 好吧,起来吧 我穿了衣服,都没喝咖啡 就冲出去 给我的菜菜们浇水 浇水的时候发现 种下去的豆 全都发芽了 我给它们好好地浇了一下水 现在真的天气热了 这个地也热了 所以你撒下去的豆 一浇水,它就很容易发芽 前一阶段 我一批又一批 撒的都不发芽 就是发芽了,种出来 说实在也是稀稀拉拉的 因为我的豆放下去了 天一冷 它就僵在那里了 不发芽了 然后又是雨水 又是空气里的湿度 再加上我浇的水 那豆就烂了 根本就发不了芽 所以以后知道了 豆啊 一个五月底种一批 一个七月 七月中吧 对,你看这才几天 四天都发芽了 靠墙的 我都给它们放上了爬的架子 把它们引到墙上面的网上去 然后下面的有几颗 我就插了杆子 准备拉一点网 现在还早 先让它们长着 看需不需要拉网 因为前面拉了网 如果后面的豆往墙上爬了 摘起来就比较麻烦 所以到时候看吧 不急 我揪水的时候才发现 第二批种下去的黄瓜 可以采摘了 我这里摘一个 那里摘一个 一下子差不多摘了四个 还有两个还比较小 前院我知道还有两个 也是可以采摘 但是我让它再长长吧 一下子我怎么可能吃掉 那么多的黄瓜呀 我前两天摘的两个黄瓜 淹了三黄瓜 还没动呢 你看这后面墙上 有一个大 另外一个还不够大 其实这个还可以长 但是我觉得它上面 长了好多瓜 所以呢 我想把第一个瓜摘了 那它上面就可以继续长了 黄瓜也是跟别的瓜一样 把第一个摘了 它后面就有可能会长更多 太多了 我们就可以把头掐了 这样就可以让它 把营养都长在瓜里 尤其是你看到有侧枝出来了 几乎一个藤吧 两个瓜 我都会把头掐了 当然我还得看它有没有侧枝 如果它有侧枝了 那更要把它把西瓜的头给掐掉 这两根很直哦 太棒了 我看苍豆啊 有地上爬的也有上面爬的 就是有价的跟无价的两种 现在开始都有花了 但是我看到有一点小黑虫 我就用水喷 把它们全都喷完 前面的西瓜呀 现在是掐了三个头 也就是有三颗瓜了 这个瓜我种的是大西瓜 所以呢有的长了 再去看看有什么可以摘 这个种植床啊 这边种的是三颗番茄 这三颗番茄是在韭菜地里 它自己长出来的 我把它挖出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我就种在了这个种植床的边上 三颗 现在看看这三颗挤的呀 你看长那么多番茄汁 我本来想捡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 它这个是葡萄番茄 也就是说它下面长好了 还会往上 一层层往上长 所以呢我就不能去捡它 而且我发现它长了好多小番茄啊 你看就这样一串串的 我里面还没去看呢 那只是在外面呢 有几个朋友都问我 番茄要不要掐头 番茄是从下往上长的 所以基本上是不要去掐头 如果是要剪汁的话 也要看的 不是所有的番茄汁都可以剪汁的 大番茄的话 你觉得一颗煮干 它出来两到三个汁 那别的侧汁就把它剪了 像这种小番茄啊 我剪都不愿意去剪它 因为它长得很密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它每一个侧之上啊 它都会长番茄 而且它是从下往上长 那只有一种情况 比方说有黄叶子了 或者有病叶子了 那你把它剪掉 另外一个 它下面结了番茄了 那你就把下面的叶子剪掉 如果是有痛光 那你就不用去剪它了 现在这个时间啊 加零甲肥 要给它追肥 我是每个星期天 给它们追一点鱼肥 但是你来看看这里的淡番茄 我就把它剪了好多叶子 为什么啊 因为它好多是生了白粉病了 还有呢 有一点发黄了 我今天给它们修了枝 剪了一大堆的叶子 另外你看它番茄已经都长了 从下面到上面都有了 所以呢 我有的头我也给它掐了 反正看每一个侧枝也好 煮干也好 长得不是很健康的 我也觉得它不会再开花结果了 那我就把头掐了 少一点这样的头呢 那它的营养就都会长在番茄里了 这是我的做法 但是每个人买的番茄的品种不一样啊 所以如果你买了大番茄 不要指望它会琳琅满目接好多 但是如果是一种乒乓球的番茄 就是一串串的 蒸了它可以从下面接一批 然后中间又接一批 顶上会不断的接 这就是我去年种的这乒乓球的番茄 这是我给朋友的苗 结果它也是接了琳琅满目 出来的番茄就这么大 不是很大的这种 我一个朋友大概接了三米那么高 都爬到房顶了 但是它还在一串串的接 我也是前几年都是 怎么说啊 很奇怪 这个番茄我只买过一次 后面就它自己一直 有的时候比方说熟了 掉下来了 我看看给虫咬了一两颗了 那我就挖个洞 把这个番茄就埋在那里 来年啊 这里就会长出来好多小苗 我就捡重的苗移到地里 所以说今年我番茄子 一颗都没发 这些大番茄我是买的苗 那些全是地里自己长出来的 我看到一颗番茄 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它现在变红了 开始是绿的 变红了 它后面就是会变黑的 这是黑番茄 但是我不小心把它剪断了 我摸在手上很硬 就说明它还会长 可惜了 现在就放在边上 等它自然熟吧 又采了一把云豆 还有几个人生过 在书上自己都熟了 我也把它采了 还有那颗南瓜 最终我还是把它剪了 因为我觉得它长在那里 别的南瓜就不长了 甚至有的掉了 已经自然掉了 所以我就把它采了 这是我种的蜜瓜 它一下一根藤里面 出来三个蜜瓜 我就把它掐了 我掐头的时候 它只有大拇指 那个指甲那么大 现在你看看 一个礼拜了 那么大了 我没地啊 只能把这个盒子 盖子放在IV上 让它爬 快十点了 我干得满头大汗 进房间洗了个澡 开始做午饭 摘的葱 我把它洗干净以后 吹了一个晚上 让它吹干 切了一小段一小段的 放到塑料袋里 待会就去速冻 切让它吹干一些吧 那你冰冻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接得像冰坨子这样 所以一个晚上 每一根都很干 拿了一点出来 今天是准备做黄鱼面 然后把茄子辣椒 是前几天采的 今天准备做一个鱼焖茄子 把这些辣椒全都做了 这么说 你给我一点辣椒啊 我今天做老三片 我说这个辣椒又不辣的 我说我给你吃了以后 就是浪费 他说你这什么话 怎么叫浪费啊 我说我做了你就吃我的吧 要不做了给你吃的话 我又不要吃你的老三片了 他说行 我说你的老三片 今天我会放西芹 跟朋友送我的普瓜 现在来洗黄鱼 这是我在胃上面买的冰冻黄鱼 它三条黄鱼啊 但是都不是很大的 就像我手掌 差不多这么大吧 这样的黄鱼呢 其实是最好吃的 再大一些呢 它就是大肚子黄鱼了 再小一些呢 那就是这种油煎的 像做鲸鱼这样的 这个我也蛮喜欢吃的 今天朋友去九九大花 问我要买什么 我说你看看有没有小黄鱼 他说有啊 我说给我买两包 我又叫他买了一大块的 有皮的五花肉 我跟你说啊 真的这个有皮的五花肉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了 今天朋友买来的这个特别好 想做什么呢 想做一个纯的红烧肉 什么都不放 以前做肉我都是放笋啊 或者是放别的东西 这一次我什么都不放 但今天不会做了 因为我已经拿了三条鱼 出来融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好想吃酸菜黄鱼面 今天就想了这一口 所以别的就不想弄了 黄鱼把鱼筛鱼鳞全都弄掉以后破肚 因为这是冰冻的嘛 所以里边的东西我都不会要的 全都扔了 那这个鱼要他不信 黄鱼是很新的 有的人是吃不惯太新了 像Sam就说鱼的味道太重了 他是会这么说的 老外的鱼可以这么说 根本就闻不出什么鱼的味道 黄鱼头上有一层皮 要把它扒掉 那是最最新的地方 那看这个鱼新不新鲜呢 把它破肚以后 看了有鱼筛 你看它的鱼筛鲜红的 就说明这个鱼是很新鲜的 它就是活的时候就把它冰冻了 洗鱼一定要把肚子里这个血洗掉 这样鱼是洗干净了 也不会很新了 我今天是洗完鱼就准备煎的 所以我把鱼两面涂上了干面粉 这样煎起来就不粘锅了 我先把这个辣椒跟茄子煮了 茄子因为不多嘛 就两个要不然我会在水里面戳一下 再来跟辣椒煮的 今天就这么一点就不去除了 锅里放点油就让它生煸 火不要太大 一般中火就可以了 慢慢的煸 把这个辣椒也煸的软软的 有点像虎皮辣椒 现在采的这个辣椒啊 都是很嫩的 我没有等它老了才采 因为特别想吃啊 所以稍微大一点我就把它摘了 煸好了以后我就放一点鲜酱油 再放一点糊底酒 糊底酱油颜色比较深嘛 好了 现在把酱油给它炒香 炒香以后我会盖上盖 用蒸汽把它们煮熟 但是记得火一定不能太大 因为我要烧油焖茄子嘛 油焖茄子不能有水啊 所以火大了 尤其铁锅特别容易焦 所以火开小一点 我听到滋滋滋的声音 说明它煸出来的水啊 现在都有一点煮干了 剩下的就是油了 好 你看开盖 我现在要撒一点糖 油焖茄子有一点点甜味的 你看这颜色多漂亮啊 看了好有食欲啊 放一点糖 我都没有放盐 因为这两个酱油说实在的满咸的 少微翻炒一下呢 就可以起锅了 因为放了糖以后很容易焦 所以要不停的炒 不停的翻炒 好了可以起锅了 很可惜如果茄子再多一点就好了 我估计这一点给我吃两顿 今天一天就没有了 颜色看上去都是黑的 为什么 那辣椒是黑辣椒啊 有几个青辣椒 茄子是紫色的 所以颜色看上去比较深 这是一道久违了的菜 现在南蛾不粘锅 锅里放点油 放下生姜以后 先把生姜稍微煸一下 再把鱼放下去 黄鱼其实很好做的 那酸菜之前我已经是煸好的 所以只要把鱼两边煎黄了 放黄酒 放鱼露 放煎酱油 煮一下就可以把酸菜放下去 一起煮 现在把它翻一面 这个放了一点干面粉啊 就翻起来很好 翻 黄鱼很嫩的 很容易破的 所以放点面粉 这样煎 看上去挺拔很多 鱼煎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要调料 先放黄酒 盖上盖 让它去腥 倒鱼露 再倒一些鲜酱油 盖上盖 让它入味 如果你的酸菜是没有炒过的啊 你可以再用一个锅把酸菜炒一下 我这个酸菜是炒过的 所以直接我就放上去 加点水 就盖上盖 让它煮 把酸菜的味道煮出来 酸菜腌好了以后 它是没有味道的 只是酸 所以呢 那你在油炒的时候呢 你可以放点辣 放点盐 放一点点 鲜酱油都可以的啊 我就是因为已经炒过 加过味道了 所以我什么味道都不会放的 现在我就可以起锅了 先把两条鱼拿出来 因为今天我一个人吃的话 一下子三条鱼我是吃不了的 所以我先把两条鱼拿出来 然后我再放点水 因为我觉得这个水给我烧干了 再放点水 水放的大一点啊 等于像煮一个汤嘛 这是一个汤面啊 我放了一大把的葱 上盖 让它开大火 让它煮开 千万不要把葱煮黄了哦 好了 开了 现在就可以起锅了 这个时候我拿一个汤碗 在煮鱼的时候 我拿了一个锅 煮了一点开水 把拉面煮熟了 现在把它捞出来 放在大的碗里边 鱼汤一煮开就开锅 这样葱就不会颜色发黄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鱼捞出来了 这个汤呢 我要分两个碗来放 因为那个碗里边鱼 我没有放那个汤啊 这个黄鱼就那么嫩 一煮水一煮啊 它就会容易断 这个黄鱼还是蛮大的 你去上海店里面吃黄鱼面 那个黄鱼绝对没那么大的 好了 满满的成了两碗 一碗两条黄鱼 我中午给了我一个朋友 给了他拉面 我说这是你的便当 他说我太幸福了 吃到了妈妈的感觉 好好吃哦 我跟你说 这个黄鱼面绝对好吃 那另外一条黄鱼呢 我晚上吃不了了 我就放到明天吃吧 我整理冰箱的时候 忽然发现 我买的三包酥鸡啊 有一包是放在外面的 你看它已经解冻了 我必须得把它做掉了 我是每个星期五啊 周末会整理一下冰箱的 就会看看有什么需要 把它煮掉的 或者是扔掉的 现在把酥鸡切成片 之前我已经跟大家展示过 酥鸡怎么做了 现在就把刚刚煎鱼的锅 洗干净 放一点点油 用不粘锅来做这个酥鸡吧 油就不需要很多 如果铁锅的话 油就要多一点 因为它很容易粘这个东西 这两卷酥鸡啊 还是蛮多的 虽然四块美金 但我觉得很值得的 因为它量还是蛮大的 它包得特别紧 那真的是实实在在 是我在上海吃到的酥鸡 有的地方我买的酥鸡 我不记得是哪家超市了 买来的酥鸡啊 它因为是扎得不紧 所以软趴趴的 怎么做也做不好 所以买酥鸡的时候 一定要认准这个牌子 H马克酥冻柜里有这个酥鸡 酥鸡两面都煎挺拔了 加一点糊底油 你看烤腹很能吸水的 我加下去的酱油 它一会儿全都吸掉了 放点水 大火让它煮 煮到水干 你看我水放的还是蛮多的 我又加了一点新酱油 现在放一些冰糖 盖上盖 让它慢慢的炖 炖到水分啊 都给那个酥鸡吸上去了 现在开盖 我总觉得这颜色好像还不够深啊 所以我又加了一点水 又加了一点红酱油 让它稍微翻炒一下 其实现在这个烤腹啊 是吸了好多水 所以你吃的时候啊 它是软软的 有点像老豆腐 但是这个味道就是上海烤腹的味道 有点甜味啊 我盖上盖让它煮开 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颜色是我想要的 炸一大把葱 现在就可以 锅了 这两头烤腹 说实在的蛮多的 我一天是吃不完的 虽然我也给了几块我朋友 但是 我还是至少可以吃两天了 开饭了 我跟你说 我煮的满头大汗 所以呢 这个面呢 还好 我是之前就做了 现在正好凉了 但不是说冷了啊 不是很烫了 再给它拌一下 我的天哪 这面太好吃了 而且我发现拉面不会糊的 放在那里 有点像pasta一样 还是很硬的 天热了 喝一点冰啤酒 太舒服了 再来一口拉面 我的天哪 这拉面啊 我跟你说 我是真的 大口的 可以把它 几口就吃完 买来的这个拉面 它就是一坨一坨 给你放在这个袋子里的 所以每一顿我要吃呢 我都是一坨一坨 拿出来煮的 这样一个呢 它就不会煮得多 第二天吃就糊了 其实我这个人 吃糊的面也可以的 但是真的 这个拉面啊 不像上海洋葱面 过一个小时 它就变成一坨了 这个拉面好像不会的 我第一口 就是要把鱼的头跟尾 吃了 我再来吃拉面 因为鱼也是蛋白质 我是每一顿吃饭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是16个小时没吃了 所以是饿得不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吃淀粉 吃蛋白质 你可以吃一个煮鸡蛋 荷包蛋 或者是弄一块肉 什么腊肉 回锅肉 那今天我的蛋白质就是鱼啊 所以我先把鱼尾给它吃了 而且鱼头鱼尾现在还是热的嘛 所以现在吃正好 然后你看我就开始吃面了 我跟你说 汤汁都给这个面吸了 这个面太好吃了 我跟你说 真的 我是觉得我一天吃两坨面呢 真的有点多 所以呢 晚上我坚决不吃面了 晚上我就空口吃点酥鸡 还有这个辣椒 烧茄子 这个我晚上一定会全部吃完 因为本来也不多 这个油焖辣椒特别好吃 吃这些东西都吃腻的时候 我就想呢 吃一口 酸黄瓜 还有酸的胡萝卜 我现在发现 每次SAM买胡萝卜 一买就是一大块 真的 吃到后来都是扔的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每次他要做老三片的时候呢 拿的胡萝卜 他最起码拿三四根 我就把他的尾巴 那弄的那个部位 把它剪下来 跟酸黄瓜一起泡 SAM说 你有没有看到 我把吧台又重新坐了一下 他说 我说还没注意看呢 是啊 我一早上在外面弄东西 SAM就在那里 我听他气枪在那边打 打完了我回来 他还在车库里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所以我没注意那酒吧 我就开始做饭了 好了我马上放下网筷 冲到酒吧台去看 因为我也是 这么说 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而且他是做了好的事 真的是希望 有一个人来肯定他 没有别的意思 不是说 牛子喜欢听赞美的话 那只说了一半 其实赞美一个人 是一个美德 所以呢 我希望别人也是这样对我 我也是要这样对别人 所以SAM很兴奋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看看我的酒吧 我知道他很想得到我的肯定 因为第一次 说实在我已经让他失望了 我说不行 你这个又是Halfway 又是这种Halfjob 我说我不喜欢 我不是说他Halfjob 是Lowsyjob 所以他听了很生气 他说你说我是Lowsyjob 我是Professional的job 我说你这个木匠 说实在的也就是我能看得过的 不过只要我能看得过就好了 因为这是我家里的事 对不对 我也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赞赏 对不对 SAM说对 只要你说好就好 后来我就放下了网筷 怪不得我没注意 因为他把椅子已经放好了 但是之前放了四个椅子 现在他说放三个 这样呢中间有点空间吧 可以走走路的 我仔细看了 拿掉了椅子 真的很不错 他用的都是家里边 遗留的一些木头 本来他说下面这个宽的木头 上面也放宽的 但是他跟我解释了 他说如果我要上面也放宽的 我就要把这些条子全都要拿掉 重新切割 这个工程蛮大的 所以呢我就想偷个篮 就放这个窄的 我就跟他说很好 放这个窄的跟这个树条子 还是比较合拍的 听了我的话 他说你说的很专业 没有什么恶意的来奉承我 其实人真的 你恶意奉承我 我也能听得出来的 我不傻 其实所有的人都不是傻瓜 只是不跟你计较 我一直是这么觉得 你赞赏别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德 而且也是对自己一个 要怎么说 一个让别人也来赞赏你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要听赞赏 其实在美国的学校里 小孩如果做错了什么事 老师愿意说 没关系没关系 don't worry 总是这么来跟孩子说 如果他做了好了 他马上说 very good perfect fantastic whatever 好的词语 他都会说出来 让孩子很有信心 虽然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孩了 都是adult 对不对 都是大人 但是人喜欢听 好听的话 这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在你会要听好听话的以后 你也要学会 怎么去赞赏别人 就说别人一些好听的话 我们不是说恶意愤从 现在是有好多人说恶意愤从 明明心里觉得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但是还是一个奴隶像 你说的什么话 一句顶一万句 这种已经过了 这些说实在 我听了也会不舒服 我不知道你会什么感觉 但有的人 他就是要听这样的恶意奉承的话 那我们也没话好说 但是我不会去说这些恶意奉承的话 我会实事求是的告诉你 好还是不好 我想跟我接触多的朋友 之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不断 我不缺朋友 真的走了还有 而且我会 可以这么说 大浪淘沙 找出更好的适合我的个性的朋友 我想断了 不再交朋友都不行 因为这些朋友 真的他们都是很真诚 他们说的对的话 或者是赞赏的话 都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也应该真心实意的 对待这些好朋友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关注 我已经吃的 眼睛都不朝镜头看 闷着头吃